那么怎么看这个当今世界的乱象呢 西方有三种看法 西方的右派就说 哇 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遇到挑战了 西方左派说 就是你们华尔街领导的资本主义体系出问题了 西方的后现代派说 世界由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出问题了 这是西方现在三种典型的看法 但这三种看法都有缺点 第一就是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 永远从西方角度看问题 像我们这种非西方他不管的 要管呢 当做负面知道吧 另外呢 他们左右色彩太强 不客观 那么关于当今世界乱象最好最好的概括 我认为是咱们国家习主席提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学术上讲 这个提法我觉得挺好的 第一呢 你们体会一下 百年变局是不是看不出东方西方 所以文明上是中立的 对不对 另外是不是也看不出左右 意识形态也是比较中立的 对不对 从学术上讲就是比较客观的 无论从文明的视角 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视角 它比较客观 是吧 所以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提法 另外这个提法除了这个理论上站得住 还有一个就实践上挺重要的 百年变局 这个判断就是咱们中国外交的出发点 另外百年变局这个判断 就是习主席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主席自十八代以来 成了我们党的领导核心 然后呢 他提了很多治国理政的理念 其中外交理念也是非常丰富的 当然内部理念 对内政的理念更多了 外交理念也非常丰富 那我认为呢 可以用三个关键词 把习主席的外交理念串起来 第一就是百年变局 第二是人类命运共同地 第三是一带一路倡议 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这样的 就是如何看待当今世界 习主席的答案 我们进了百年未有之大面局 就世界在变 而且是大变 百年未有之大变 那么面对这个变化 我们中国该做什么呢 习主席说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努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么怎么构建呢 一带一路倡议 还是这么一个关系 其实第二点就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第一点跟我们一样 美国现在各派都承认 世界乱了 面对这个乱象 美国说我该怎么办呢 美国说趁着我现在力量大 趁着我是一把手的位置 老师多捞一点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特朗普的打法是不是多捞一点 对不对 所以道义上 其实我们的第二个目标就剩了 你光是有一个好的道义目标 没有具体的措施不行呢 一带一路就这个措施 所以这是它的实践价值 这个百年变局 首先是理论价值 就是对当今形式一个很好的概括 第二就是实践价值 它确实是我们外交的出发点 确实是习主席外交事项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我觉得应该好好地理解 那么关于百年变局 现在学术界很重视 出了很多书 即使本书已经出了 上千篇文章里面不乏真知若见 那么下面我体会一下 如何理解习主席讲的百年唯有这大变局 我的建议是用四个新来概括 第一个新就是新的国际格局 第二个新是新的现代化模式 第三个新是新的工业革命 第四个新是新的全球治理 把这四个新把握住了 我觉得基本上百年变局的内涵就保护住了 那么我稍微花点时间解释一下 首先就是新的国际格局 那么什么是国际格局呢 国际格局就是国家间的力量对比 尤其是大国间的力量对比 那么过去几百年呢 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西方国家力量大 所以西方就主导国际格局数百年 所以我们国家一百年前呢 就是把西方国家叫西方列强 对不对 我们不叫西方国家叫西方列强 那这个用词就证明 那个时候西方力量大 我们是这么看它的 是不是 进入本世纪情况变了 进入本世纪 现在发现的问题 就是西方真的老了 西方首先人口 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下降 还有就老了 生物学以上老了 再一个就中国崛起了 它老了 它主导力下降 再加上我们崛起 于是国际格局 就从西方主导 走向了东西方平衡 这就是新格局 这就是百年变局的第一含义 而且现在有一个证据出来了 就是东西方大国都在其中的 G20是不是越来越重要 而西方七国工业国集团领袖会议 叫G7是不是 开始边缘化 是不是 G20取代G7 反映的就是一个伟大的现实 东西方平衡的格局 取代西方主导的老格局 这是百年变局第一含义 第二含义是心理的模式 这么讲 人类近代的历史 就是人类从古代走向现代的过程 这个过程叫什么 叫现代化 英文叫modernization 那么在现代化进程当中绝大部分经验制度安排都是西方来的 理论上讲西方学术界认为在中国以前大家比较广泛认可的原创性的现代化的版本是四个 荷兰模式 英美模式 德国模式 内典模式 全是西方的 是吧 然后呢 有两个非西方的 一个苏联模式 一个日本模式 但是西方学术界认为啊 苏联模式 日本模式 它的核心就是国家干预市场 而这个模式就是德国模式 所以他们认为苏联模式是德国模式的斯拉夫版 日本模式是德国模式的东亚版 所以在中国以前呢 四个原创是西方的 两个盗版从西方到的 对不对 所以结论 现代化模式就是西方模式 所以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化 变化在心理上 西方模式的唯一性 统一性就被打破了 现在从实践角度来讲 现代化就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了 对不对 这个在理论上 在心理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对不对 这是百年变局第二个含义 第三个含义呢 就是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到来 但是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这一次新的工业革命 中国和美国几乎拥有同等的机会 那就是不一样的 知道吧 我现在有一个史学观 是这样的 就是我认为 近代人类历史表象 是人类从古代走向现代 叫现代化 实质是人类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 这个过程叫工业化 英文叫industrialization 近代历史的本质 实质是工业化 是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取代的过程 这是实质 那么在工业化进程当中 最伟大的事件是工业革命 它比别的什么革命 司法革命 城市革命 文艺术革命 要伟大的多 因为只有工业革命 才真正带来生产力的全面进步 关键 是 由于 对 人类的 划 感谢 原本 想 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力气比古代人类要大很多 这个力气来源就是蒸汽机 而且欧洲首先是英国 然后很快他的欧洲邻居就学去了 然后他们共同构成了西方 西方就真正脱鹰而出 这么告诉大家 在以人力为主的阶段 蒸汽机出来以前 欧洲人力是不如我们亚洲的 所以在整个这个蒸汽机革命以前 无论是经济效率 还是科技 产业水平 还是军事力量 都是我们亚洲 亚洲欧洲的 亚了一千多年 打仗打不过我们 财富积累不如我们 比如说正和下西洋 是要造船吗 那个船的水平不如我们 知道吧 这是基本事实 西方为什么拖鹰而出 反叉门 就是靠这个工业化 靠蒸汽机 一旦有蒸汽机 西方有力气来 力气马上就导致一个东西 叫大机器生产 一旦有大机器生产 它的生产效率 就是我们东方 手工劳作的很多倍 你就没办法竞争了 是吧 另外一旦有了大机器 它就有了尖船力炮机关枪 有了尖船力炮机关枪 它到我们东方 打我们的长矛大刀 这不叫战争 这叫单方面屠杀 知道吧 它借蒸汽机上了一个 新的文明阶梯 叫工业文明 就是大机器生产 唯一意图的工业文明 而工业文明 跟传统的农业文明相比 在力量上是高一个档次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 蒸汽机革命 就把我们甩开了 这是1760年代 过了100年 1860年代 在美国出现了 第二次工业革命 这是什么东西 电力的广泛使用 瑞兰机出现了 效率就更高了 是吧 把我们甩得更开了 又过了80年 1946年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 出现了人类第一台 二进制计算机 这个时候 人类就进入到计算机革命时代 效率就更高了 别的国家就甩得更开了 这就是近代史 它的本质 本质是工业化 关键是工业革命 然后请注意 这30公元革命全部是被英美垄断的 然后历史老人是很公正的 因为这个民族 亚格鲁萨克逊人 和这民族的两个成员 对人类近代的进步贡献大 于是他就得到了回报 怎么回报 首先就是世界政治的主导权归他们家 300年 有200年叫日不落大不列颠帝国 有一百年叫美利坚帝国 今天我们就处在美利坚帝国的后期 这是国际政治啊 世界经济呢 就是先是英镑霸权 然后是美元霸权 对不对 今天我们还是受到美元霸权的制约了吧 另外就是价值观啊 过去几百年 世界上主导的价值观 其实还是英美自由主义 对吧 另外就是语言 是不是国际交流语言用英语啊 对不对 我们国家要上进就得学英语啊 中国现在学英语的人数啊 是四亿多 接近五亿人啊 因为美国总人口多一倍半了 知道吧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咱们中国呢 跟近代工业革命的关系是这样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呢 我们国家不要 第一次工业革命 我们处在乾隆王朝时代 当时处于清政府比较鼎盛的时期 所以清政府比较傲慢 虽然有很多外交使团到中国来 包括英语王的使团 要跟我们通商 但乾隆爷就拒绝了 对不对 因为当时中国有几百个传教士 他们其实也传递来一些工业革命的信息 结果呢 这些信息来了 通过传教士 通过外交使节 结果整个乾隆朝的经营城 是对这个新的工业革命啊 不敏感 或者呢 瞧不起 觉得那些技术进步 叫奇迹营巧 雕虫小技 我就是不学 这个甩出来了 第一次工业革命 我们就甩了 甩出来 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一样啊 等到1860年代啊 美国 进入电气化时代 中国这个时候 有意思了 因为我们经历了两次战争失败 是吧 一次亚变战争 二次亚变战争失败 这个时候战争的失败 促使中国的经营城啊 要学西方啊 所以就有了洋务运动 但是非常可惜啊 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了 是吧 一个是内部的效率不高 还有一个 就是日本啊 日本跟我们一起学的 也是1860年代 其实他学的比我们好 结果这个家伙很快 学好的就打我们 知道吧 把我们打败了 打败以后 我们不是割地赔款吗 然后现代化的资本就没了 我们就停顿了 而他借我们的赔款 他从轻工业上升到中工业 就把我们甩开了 这就是我们对 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系啊 第一次不要 第二次呢 要没要着 但是我们还是很幸运 我们这个国家 第三次我们要着了 1946年计算机革命开始 1949年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国家的能力很强 对部吸取资源能力很强 外部保卫国际的能力很强 然后安心地搞现代化 那么经过40年努力 新中国啊 有了一个伟大的成就 就是把 用70年时间 把这个国家 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 这是新中国最伟大的成就 这70年我们把西方 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 全学到手了 我们学呢 先学苏联 再学美国 就是俩超级大国 就实际上最好的俩老师 我们全学了 然后我们现在 三次工业革命的东西都到手了 我们今天人类处在 计算机革命的网络阶段 而现在又处在 网络的最新的阶段 叫5G这个阶段 而在这个阶段 中国开始反超了 是不是 然后下面就有一个后果了 由于我们这70年实现了工业化 而且在计算机革命的5G阶段反超 因此 未来我们正在迎接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中国就有资格跟美国同场竞技了 这是不是近代以来头一次 对不对 过去工业革命全是西方垄断的 这一次不是了 对吧 这就是大变局的第三含义 最后一个 就是新的全球治理 有全球化就有全球问题 有全球问题就有全球治理 那么过去全球治理 全部是西方主导的 对不对 但是进入到本世纪 尤其是进入到十八大以来 中国开始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 几乎所有全球问题都有中国方案吧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变化 这四个星讲完了 大家都知道 世界就是变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变化呢 应该讲都跟中国有关 你们体会一下 四个星是不是都跟中国有关 那么为什么跟中国有关呢 因为 我们中国啊 在过去七十年实现了工业化 这个是我认为是当今世界 最伟大最重要的事实 我刚才讲过啊 我这里再讲一遍 近代史的本质是工业化 工业化的基础 就是大机器生产 唯一托的现代制造业 在工业文明时代 制造业就是立国资本 谁能够掌握现代制造业 谁就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 谁没有现代制造业 人再多 钱再多 你是被人家羞辱的 你的命运不在自己手上 今天的中东地区 天天用案例 活生生的事实 来证明这个道理 这就是一个 一个基本的史学观察 现代化的本质 工业化 工业化的核心 是现代制造业 谁有现代制造业 谁就有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 立生资本 但是有个事实要强调一下 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掌握现代制造业的 联合国冒发会议的研究告诉我们 人类成系统的制造业 90%都集中在北温带的三个地区 东亚 西欧和北美 全部集中在这儿 旁边还有南非 巴西 印度有 但是它是给我们补充 它是衣服型的 知道吧 独立的制造业体系 就在北温带这三个地区 东亚 西欧 北美 而这三个地区有多少国家呢 就20个国家 知道吗 全球政治实体是200个左右的国家 只有十分之一的国家 这地区掌握了现代制造业 其他没有掌握 十分之一的国家 很少的 然后呢 他们集中在三个地区 都在北温带 东亚 西欧 北美 然后后面就两个文明 东亚后面是鲁江文明 西欧 北美后面是新教文明 这个事实有点残酷 但是它是重要的事实 不能回避的 但是我们中国很幸运 我们实现了工业化 谁让我们实现了工业化 是新中国 是中国共产党 所以我下面还有一个史学观点 我认为中国的历史 必须以四九年化解 因为四九年以前 我们是农业文明 四九年以后才是工业文明 两个文明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而 这个一旦我们中国实现了工业化 它的规模就特别大 因此影响就特别大 英国工业化一千万人 美国工业化一亿人 中国工业化十四亿人 当然有些人会博我 说以后非洲人口会比我们多 以后印度人口会比我们多 但是就我的观察 非洲 印度我都去过 我的观察 他们都遇到一个 比我们更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社会结构 是前现代的 印度我去过 印度的妇女地位 是非常低下的 种姓制度 根深地固 印度整个社会结构 是前现代的 因此印度不具备 自我工业化的能力 印度如果想自我工业化 它必须经历一场 极其伟大 同时也极其残酷的革命 所以基本的事实就是这样 就是工业化极其重要 能实现工业化的核心 现代制造业的能力的国家 是少数十分之一国家 然后我们是其中最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整体的工业化水平 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 然后有三个特点 第一就是工业的规模特别大 去年我们国家的制造业 占世界制造业32.4 核人民币39万亿 然后什么概念 基本上我们制造业 等于排在我们后面的 美国 日本 德国 韩国之核 就是二三十五名加起来跟我们一样的 有这么一概念 所以我们工业的规模特别大 第二个就是体系特别完整 是吧 就人类所有的工业门类都有 当然有一些门类我们现在水平不高 我们能做但水平不高 但是我们门类很齐全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呢就学习能力非常好 原来呢我们有个弱点就是创新能力不是很好 我相信有个十年我们创新能力会上来了 是不是 这就是中国人的底气所在 因为在工业文明时代 制造业是决定性的 对吧 而中国掌握了这个东西 知道吧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 就成为百年变局的最大制变量 这也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有机会 知道吧 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到来中还没有到来 目前我们人类所在叫5G时代 而我的观点是5G还是属于计算机革命的网络阶段 最新的一个步骤 还是属于3.5次工业革命 不是真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哪呢 在如下五个方向 一个就是新的工业材料 现在我们用了所有的电器 所有的电器 它的材料是叫硅晶片 硅基材料 未来工业界认为 很有可能由碳基材料取代硅基材料 现在我们议论比较多的东西 材料叫石墨锡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碳基材料取代硅基材料 效率会提高很多倍 这个就会引发工业革命 还有一个就是基因工程 第三个就是人工智能 第四个是量子科学 第五是核聚变 在这五大方向 酝酿着真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尤其是前面三个 因为后面两个量子科学和核聚变 太伟大 以至于太难了 可能就是比较远 它也会发生革命 它比较远 在不远的将来 引发工业革命 大概是新的工业材料 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 那么这五大方向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美国的技术还是最好的 但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是什么呢 我们跟美国差距不大 就是下面就看我们下一代人 坦率讲就是你们这个年龄段的 怎么努力了 能不能扬长臂短 中国人要把创新的短板补上去 美国当然他希望把产业 再重新给他补上来 这是一个竞争 这是未来中美竞争的关键 对于中国 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讲 未来三十年的努力方向 就是要全国同心同力 推进第四次工业革命 争取在未来三十年 让人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发生在咱们中国 知道 如果你们做到了这一点 那你们上对的起祖先 下对的起孩子 知道吧 那个是非常值得追求的一个目标 你们可以假设嘛 如果第四次工业革命 发生在中国 那么逻辑上推理 死后的中国 肯定拥有人类最好的技术 和最好的产业 对不对 技术好代表先进 产业好代表赚钱 对不对 所以你们的孩子 会生活在一个 非常先进 非常富有的国家 然后你们的孩子们 护照全世界免签了 对不对 那么说人币 肯定是第一货币 对不对 出国不用换汇 所以罗总义上讲 由于中国前面 工业化的成功 因此我们就有资格 参与未来的塑造 对不对 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那么如果这个塑造的好 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技术基础 生产力技术 就非常扎实了 对吧 但是反过来呢 也带来一个问题 对美国来讲 可能就是美国建国以来 最大的挑战 因为美国原来 一直觉得 技术上我一记绝成了 对吧 中国 中国在他看来一穷小子 你怎么赶上来了 他很不习惯 所以他现在一定要打压我们 所以 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紧张博弈阶段是必然 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决定人类未来 然后未来这个 对美国来讲 可能只有一个对手 就是中国 所以他一定会紧张 对吧 所以中美关系变差 某种意义上是必然吧 但是我们不用怕 不用怕第一理由啊 就是我刚才讲了 近代国家最伟大 最重要的任务 工业化我们完成了 对吧 第二呢 从技术指标上讲 对任何大国啊 有四个指标最关键 第一个得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 我们没什么问题 对不对 第二个经济得过得去 那么咱们经济呢 不如以前了 但是呢 跟别的国家比还可以 对吧 第三个就是科技 科技是核心生产力嘛 第一生产力 我们科技现在追得很快的 第二个 第四个就是军事 那么我们军事现代化 应该讲也是非常快的 所以呢 我们国家 虽然必定面临美国的压力 但是呢 第一有制造业 现代化这个基础 第二呢 这几个关键指标都不错 所以不用紧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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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